其實第一階段的保守都來了 高雄有一隊 然後新北也有一隊 聚集的隊名還有團隊 還有他整個架構呢 會在近期再跟各位報告 我會讓大家知道 目前為止是兩家 因為現在最表 5點半 那如果看到報導還想送的話 來來來 幾點前還是幾 12點 12點前我都收 4差的 如果美國團隊要加入的話 那就不收吧 他太強了 所以今天過後 今天12點過後就不收了嗎 應該是這樣啦 就是我們還是希望聯盟是 規章制度 既然都已經訂了一個時間 那我想該送的 應該就已經會送了 那目前看起來 這兩組 也是比較有決心的 想要跟我們一起走的 然後 我們會在最快的時間內 因為我們現在審核機制會 會有 資格審 就第一階段 然後 符合資格 然後再進來 董事會 然後一起開會討論 對 上次也公告給各位 就是也因應 這個不是全票通過這件事情 我們在董事會就是 一致決議就是變成多數局 這樣 聯盟部份有一個辭職嗎 大概什麼時候會有 補助部的結果 我覺得應該 以不要 失交為原則下 所以其實我們當然是 你今天送 你要明天審也可以 可是我球賽還在打 我是希望 當然不要 影響到目前的這個對戰 然後還有接下來的冠軍賽的對抗 因為對現在的球團並不公平 那希望聚焦還是在 現在球團 還有球員 焦零的身上 這樣我覺得對他們 也是真的比較公平的事 對 所以說一下 原則上 上次那個新聞說明就是 總冠軍賽號 總冠軍 最慢打到5月3號 賽號到5月底之前 最慢這段時間會是好 你有話想說 卻苦無發生的管道嗎 你的事情有不同的見解 卻無人傾訴嗎 年輕學子們站出來說出你的想法 讓我們聽聽年輕人的心聲 鬧便風向 強力徵求學生辨識 只要你敢說 我們就敢要 趕緊拍攝影片 然後發送到我們以下的信箱 就會有專人跟你聯繫 還有還有 別忘了訂閱我們鬧便風向的YP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哦 各位朋友 鬧便風向 趕嘴就來辯 中文字幕了解 我們一下 感谢观看